學生背著背包興奮地走進學校大門 美國29號各州學校開學 終於可以走進實體校園 學生都很開心 由於疫情 過去兩年很多學校才線上授課 今年終於迎來學校再度開啟 校長也在校門口開心迎接學生 不過儘管開學了很多學校還是鬧教室荒 校方祭出各項福利和津貼 吸引更多老師來教書 賓州學區今年聘請的新老師就高達50位 校園裡全是新面孔 另外在加州還有這個溫馨的故事 這位數學老師每天上下班通勤時間要4小時 但他便吃午餐邊幫學生補習 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 學生為了感謝他 透過線上募款集體送給老師一台轎車 讓數學老師又驚喜又感動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